大家好,我是张小妹 今天咱们做蓬松轩软,柔软拉丝的蒸面包 比买的还好吃 准备高筋面粉300克 打入一颗鸡蛋,加入4克酵母 先把鸡蛋搅散 分次少量的加入温水 搅拌成面絮状 喜欢吃甜的可以在和面的时候加入适量的白糖 和成光滑偏软的面团 和好的面团放在面板上像洗衣服一样 反复揉搓5到8分钟 再搓成长条 切成三个小剂子 切好 放入准备好的豆沙馅平铺均匀 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准备其他的馅料 从下向上给它卷起来 卷成长条形之后两端捏紧 放在面板上再次搓成长条 像这样就可以 模具的底部和四周刷层油防粘 放入做好的面包生坯 盖上保鲜膜 放在温暖的地方 饧发至两倍大 饧发好的生坯像这样胖乎乎的 表面刷上一层蛋黄液 撒上一层芝麻吃着更香 盖上耐高温的保鲜膜 防止在蒸制的过程中水蒸气低落 冷水放入蒸锅 大火烧开后蒸40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的蒸面包就做好了 非常的蓬松轩软 撕开看一下里面 柔软还拉丝 里面是层层香甜的豆沙馅 比买的还好吃 蒸出来的面包多吃不上火 感兴趣你也试试吧 看人生路走都转转 与你与情为了